哈囉各位朋友,我是卡伊萬 今天我們要快速開箱一個超級無敵大 出力超級強超級亮的旗艦閃光燈 這就是我們的神牛AD1200 Pro 1200W的閃光燈 它就直接送你一個行李箱 你就知道這盞燈真的是超級大 這個行李箱後面還有背包可以讓你背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在地上拖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它背在身上 它一面還附了一大堆泡棉隔層 讓你可以客製化 來符合你自己拍攝的需求 都是灰塵 我們的箱子裡面就有我們的保修卡跟說明書 OK,這就是我們的1200W的閃光燈 這閃光燈的電線就已經跟我的小拇指差不多出了 呼呼呼 這箱子裡面還有一個超大的電池充電器 我們這旁邊還有一個超大的盒子 這就是我們的閃光燈電筒跟電池的部分 這拉桿箱最後這一個應該就是電池的部分 電池也太大了吧 這一個就比你機頂閃光燈還要大顆 現在看到所有東西就是一支閃光燈的大小 真的是超級無敵大 你少了這個電筒 你這個閃光燈也是不能使用的 你一定要這個燈 接上這個電筒 然後再加電池 你才能正常使用 呵呵,這真的是 好浮誇 我們就直接把電池插進去看看有沒有電喔 OK,所以接上去我們的電筒跟我們的燈頭 兩個風扇就是瘋狂轉 因為這肯定會產生超多熱能的 這燈頭裡面還有附給你一個40W的LED模擬燈 所以現在是100%的亮度 看起來還算蠻可以接受的 我們來試試看1比1閃下去會發生什麼事 我感覺我的臉燒焦了 OK,所以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我想要買這個超大瓦數閃光燈 因為平常的閃光燈可能400W就很厲害了 那我忽然買一個1200W到底要幹什麼 第一個就是為了出力 那這不用多說 那第二個呢就是因為它的凝結時間 T1閃光燈持續時間非常的短 像是我們把1200W的閃光燈跟400W的閃光燈一起同時開400W的出力 那400W的閃光燈就是全出力 所以它的閃光燈持續時間就會非常長 大概是200分之一秒 那1200W的閃光燈呢因為它是三分之一的出力 所以它的閃光燈凝結 持續時間就可以達到1100多秒分之一 所以就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就是要凝結瞬間 我就是要超短的閃光燈持續時間 那這種超大出力的閃光燈就非常有優勢 第三個買這種超大出力閃光燈的原因就是它的燈頭 跟它的控制盒是分離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把一個超大1200W的東西塞到天花板上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燈頭塞到天花板 然後電線接下來然後電筒是放在地上了 這樣子穩很多 所以如果我們要裝非常非常大的控框設備 這種燈跟控制盒分離的設計就非常非常有優勢 OK那我們就先跟大家說掰掰囉 因為我要拿這個閃光燈來試拍一些照片 給大家分享分享 可以拿這個費用他們嗎 可以拿來試拍一些消費嗎 不好意思 可以拿來試拍一些拍拳 可以拿來試拍一些拍拳 不行 我可以拿來試拍拳 可以拿來試拍摹 可以拿來試拍摹